字幕君 字幕君 這樣畫完以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畫它一些層次 我們大致的配色都已經決定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去畫下它層次 好 那我再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這個塗層我就拿來做一下暗面的配色 暗面的上色 從皮膚開始好了 最後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通常像我們在畫 在畫這種設定的時候 設定要講究的效果 並不是畫細 它只要把 該有的質感畫出來就夠了 所以它不需要畫到很細 所以我們主要是要去畫它的立體感 和它的層次 讓它看得出來 什麼東西 它立體感是什麼樣的感覺 它層次大概是什麼樣的層次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在畫設定的時候 不需要把它畫得像插畫一樣 像我在畫這塊陰影的時候 因為我把這陰影畫上去 所以3D在製作的時候就知道 這塊是立體的 它整個是把它蓋在上面 如果沒有畫畫 有時候3D在看的時候會搞不清楚 這塊 是黏在 身體上面的 還是說它是獨立開來 然後立體的 然後覆蓋在上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畫設定的時候 在畫出它的立體感和層次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這邊有魯鉤 魯鉤的效果畫出來 像我這樣簡單畫到它暗面之後 可以再用白色去把它亮點點出來 它基本上 把亮點點出來後 它皮膚基本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把一些簡單的亮點畫出來就可以了 把一些簡單的亮點畫出來就可以了 上下嘴唇的顏色 眼睛也可以上下顏色 像我這樣的話 皮膚大致就畫差不多 接下來我可以去畫頭髮的部分 一樣也是去幫頭髮上色 也簡單上色就可以了 不用畫到太細 因為我主要是要把它的質感畫出來 因為我主要是要把它的質感畫出來 像頭髮的質感就是一搓一搓頭髮的效果 所以我就是把它一搓一搓頭髮的效果 把它畫出來就夠了 好像有那種髮絲的感覺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畫設定 它主要的重點是在它的立體感 然後還有它的質感 所以說基本上可以看到我在畫的時候 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處理它的細節 主要還是以立體感和質感為主 所以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很清楚的讓 我們在上次的過程中 要很清楚的可以讓別人看出來 我們在畫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它的東西的質感是什麼樣的質感 這點是非常重要 這樣頭髮大致的立體感也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去開始上其他部分的顏色 再新增一個圖層 把設成陰影對應 然後我們直接去疊暗面 花瓣的部分 去把它的立體感稍微畫出來 然後把它花瓣那個皺摺的感覺 可以把它大概畫出來 像衣服的皺摺 我們也可以去畫下它的質感 把衣服皺摺的質感畫出來 好,我們在畫衣服皺摺的質感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把它畫出那種感覺 它的立體感的感覺 所以到時候3D在做模型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 它就會知道衣服這裡 需要畫一些皺摺 如果你沒畫的話 它可能會覺得 或許這個布 它可能會覺得 或許這個布不需要那麼皺 它可能就是畫平平的而已 所以基本上 這是我們上次在上立體感很重要的一部分 像這塊布 外面這邊這塊布 它是蓋住裡面那塊布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裡面的布 加上陰影 它看起來就像蓋在上面的感覺 這樣到時候3D在畫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兩塊布 做區隔 如果你沒有這樣加陰影的話 也許它會覺得這是一整片 然後它到時候就會把它做成一整片 這樣就會不好看 所以基本上像這一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設定的時候 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還要把它的那個 立體感全部去隔出來 好像我這樣畫好之後啊 像我用的筆觸比較多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點粗糙 然後它可以回來 我再用稍微比較柔和的筆觸 讓它看起來那個層次是比較 細膩一點的 好所以我就用了一隻比較柔和的筆刷 去把它層次稍微畫細膩一些 看起來不要那麼粗糙 像這樣畫差不多 那我們也可以把 就接下來我們去把 它這陰影的圖層和它那個 上色圖層把它摺疊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去畫上它的最亮面 把它立體感表現一下 把立體感大概畫出來一下 它那個層次是看起來比較豐富的 基本上下下 我覺得那個線稿顏色可能有點太重 稍微把它調淡一些 它看起來線稿顏色不要太重 它整個層次會看起來比較協調一些 我回來繼續上色 繼續把它那個亮面畫出來 把它質感畫出來 有時候像我在上色的時候 我都會把整體再縮小一下 看下去 然後覺得整體的感覺是可以的 我再放大回去再繼續畫 因為有時候我們太過於看局部的一個地方 畫出來的東西 有時候整體看起來會不協調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習慣 縮小看一下整體 好,像我這樣畫好之後 那我基本上我白色部分的層次也畫差不多了 像白色部分層次畫差不多之後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開始去畫 它金色的部分 像金色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選取工具 去把金色的那個選起來 我們可以簡單的 現在它的立體感部分 先噴上暗面 這樣選起來以後 我先把它那個選取 選取區域先隱藏起來 好,那我們也可以用噴槍 去噴一下它暗面的顏色 基本上像我們現在在畫 是比較屬於金屬的部分 金屬的特色 它就是亮暗對比很強烈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上次的時候 就要故意把它亮暗對比上的很強烈 這樣它才會很明顯有金屬的感覺 好,基本上那個亮暗對比很強烈這種效果 也是屬於金屬的質感 像我這樣簡單噴完它的立體感之後 好,可以稍微去放大一下 稍微去畫一下它比較細節的一些立體感 把它大致畫過去就可以了 好,像我們這樣畫好之後 那接下來呢,我就可以去處理它亮面的部分 它亮面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要用亮暗對比很強烈的感覺 所以我就把顏色直接調到金黃色 黃色,很亮的黃色 好,我用很亮的黃色 去凸顯它金屬那種 亮面發光的感覺 這樣它出來的效果就會 看起來亮亮的 像我這樣畫完後我覺得,欸,可能還不夠亮 那接下來我會用全白 再去畫更亮的地方 讓它看起來效果更強烈 它反光就會變得更強烈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可以再去畫那個葉子的部分 用比較暗的葉子的顏色 去畫它暗面 現在葉子這裡面積比較小 所以就比較需要去畫 特別去畫一些什麼細節了 大致壓過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呢 我可以開始去畫一下它 蕾絲的部分 到蕾絲的圖層這裡 我可以用橡皮擦 去把局部的地方稍微擦透明一些 它看起來好像有點透出皮膚的感覺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看起來好像又是 有些地方看起來好像又是 欸,好像是黑黑的 看起來像蕾絲 它看起來就會有透明的效果 類似像這樣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透明 甚至說我們在邊線這裡 也可以故意把它勾個邊 好像下面的做法也是一樣 去稍微把它畫一下 讓它看起來有點透明透明的 好,那像我們畫到這裡的話 接下來剩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些比較細節的層次了 就剩下一些少部分細節的層次 那基本上我們就把它們的細節層次 稍微把它畫出立體感就可以了 像黑色的部分 把立體感稍微加一下 像蕾絲這邊暗面我們也可以稍微加一下 好,還有我們的寶石的部分 好,還有我們的寶石的部分 好,把寶石亮點點出來 好,把寶石亮點點出來 流書,大概把它畫下 好,那到這邊呢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把它 一半copy下來 直接複製金色過去 好,把這一半圈起來 好,把它copy一下 貼上 貼上之後還跑出一個新的圖層 好,把它左右金色一下 好,左右翻轉過去 然後把它移回去 好,再把這兩個圖層合併一下 折疊起來 好,像我畫到這裡啊 那基本上接下來我會覺得 欸,我的層次 它看起來層次有點平 那如果我們遇到這種層次有點平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我可以去把它對比調強 效果這裡 有個色調控制 就正色彩 然後把它對比調強 然後它看起來層次看起來更重 然後它看起來層次看起來更重 好,對比調強 讓它層次看起來比較重一些 稍微去調整一下色彩 覺得彩度有些高 稍微把它降一點彩度 甚至可以去做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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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覺得 好像偏藍一點 試試看 試試看 好,這樣子 好,基本上呢 到這裡 大致上 我們的一個 角色設定的配色就完成了 大致就到這裡了 好,沒錯 非常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